多元宇宙应用联盟 前锋创造了VR虚拟实境这个词 其中的一位先驱 Jaron Lanier 他设计出来的双人VR头盔 在当时就已经可以让两个人戴上头盔之后 在虚拟世界里面互动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 但是当时参加过这个实验的人都说 sympathy 共情 是他们最受到震撼的体验 就像Lanier在1980年代的尝试 2020年代的我们 此刻也在尝试新的方向 我们的核心概念就是 共同在场 西马互通 Interoperable Co-Presence 所有人在多元宇宙里面 都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管道 安全地彼此建立连结 我们知道在网络上面 每个人都拥有多组的账号跟密码 在数位的世界里面 大家也可以有数位 Plural的身份 多元的身份 也就是在不同的情境 可以有不同的参与方式 但是目前任何特定数位平台搭建的 这种小宇宙 往往都只能在平台里面互动 无形之中限缩了创新跟连结的可能性 但其实我们生活里面 处处都已经在实际应用西马互通的做法 好比像说手机门号 不但可以跨电信商的通话 更可以随时西马 把你的门号转移到 你想要使用的新的电信商 所以所有人的选择都变多了 不用重新办个门号 不用换名片 不用重新建立所有的联络资讯 也可以自由选择偏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想要打造的多元宇宙 就是要让每个人都 好像用手机门号那样子 自由选择自己的账号 自由安全的穿梭在网路上面 跨境各种不同的宇宙 各种不同的使用环境当中 我们数位部今年加入W3C跟FIDO联盟 就是要实践这个数位世界的任意门 让大家真正拥有自己的数位身份 不管在跨境的任何地方 都能够有共同在场的体验 共同打造社会永续的可能性 而我们的产业署 也在努力推动实境体感应用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跟国内的学术研究机构合作 来研究XR相关的法规 也在台北元山的DigiBlock C创新基地当中 建立了一个实证场域 让大家可以放心地进行产品 以及服务的调整 而为了提升技术 产业署也建立了这方面的产业技术支援中心 协助国内的业者进行研发 提供更好的体验 更好的服务 而且呢 好比像说Meta也跟我们合作 投资了亚洲第一座的XR Hub台湾 所以这个元宇宙基地 作为多元宇宙之一 已经成功辅导了 水墨化的文化科技家姚瑞忠 简直的数位创作家吴耿珍 以及排湾族母语数位创作歌手阿宝 等等各领域的朋友 共同来开发XR 未来我们的产业署 也会继续协助产业链接 促进实境体感 各种应用服务的蓬勃发展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先进的邀请 我相信联盟的成立 将让多元宇宙持续拓展 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也大家一起携手共创 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 以及无限的应用契机 谢谢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